小姑娘 你好 你好 我是阿文 我自己的 你好 我是1992年出生的 俏猴的 属猴的是吧 对 我的右半身 一直觉得很不舒服 好几年大学一直讲不到 跟女人是在哪里 小姑娘 你的血液出问题了 对 坏得不得了啊 这图层真的 我告诉你啊 小姑娘 你要记住啊 你的血脉在你的右臂 这个地方 肩膀的地方 流不下去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的手一并犯起来 抬都抬不起来 对 所以小姑娘 我告诉你 第一 你要吃单身片 单身片 知道吗 单身片是非常好的 单身片是实际上 是菩萨告诉我的 就是单身片实际上是先单 很多的人没有病 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 她也要吃这个 她是活血化瘀的 防止癌症的了 非常好的 这小姑娘你一定要吃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鸡米鸡啊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单身片 那我先给你一句话 一句话讲啊 从医学上来讲 你要吃单身片 而且呢 这个手啊 要多动 好吗 好 这个第二个 从灵界上来讲 我现在看见 有一个老人家 在你身上 这个从小很喜欢 你的老人家 过世了 她很喜欢你 她过世之后 在你身上 她是不是我的奶奶 是一个女的 头发白的 往后梳的 对 她是我奶奶 啊 小姑娘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你好好的修 你把它念掉了 她就不在你身上了 实际上你觉得你奶奶很喜欢你 实际上你跟你奶奶是有冤结的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你奶奶欠你的 所以你拼命的对她好 对她好 对她好 她讲错了 她对你好 对你好 她不舍得你 实际上她是还你的赞 你明白吗 明白 还完之后她一死 她完全明白了 原来这个小丫头是我欠她的 所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她现在很不开心 很不喜欢你在你身上 你必须把它念掉 把你奶奶念掉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请问要念多少 我看看啊 我问问她要念多少张啊 78张 好吗 好 你好好念 小姑娘 如果你念掉之后 再念21张之后 你看看 你的手慢慢就会好了 台长一定让你好 很快的一个半月见效 好不好 好不好啊 好 好了 你编上那个人不要跟她讲了 让她讲了 好了 请问我能不能问我的家里 对 你编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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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里一直不好 我不开心 我不想他们不开心 所以说我一下 就是说你想问问你爸爸妈妈经常不开心是吧 嗯 嗯 那 这个呢 是特别给你看的 一般不看这个东西的 看过一个 另外一个最多能够问一个亡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个告诉你 你爸爸呢 比较脾气比较大 比较倔 第二呢 你爸爸呢 外面有一个 你爸爸在不在 我在 不在 不在我讲了啊 不在哲理 不在哲理就讲给你听了 明白吗 他 有 有 有人 喜欢他 听得懂吗 那妈妈 妈妈不要难过 台长教你一个方法 如果你还真爱你的爸爸 叫你妈妈好好念经 把你爸爸念回来 好不好 好 台长经常叫人家把爸爸念回来 念什么经呢 且节奏每天念四十九遍 心经念四十九遍 礼佛念三遍 然后放生不吃活的海鲜 做得到吗 做到 还有 叫你妈妈脾气好一点 你妈妈管她管得太严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爸爸妈妈好吗 叫你妈妈也好一点 不要脾气太大 好吧 现在 你告诉我 你爸爸跟你妈妈 现在分开 没有 没有 他们一起都 住在一起 好 那就没有问题 很快就好 分开两年之内念得好 两年之外 一个节 就很难再念回来了 大家都听得懂了吗 好了 不能再讲了 小姑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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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啊